肝癌患者有心服膺了 健保署宣布从8月1号开始 把免疫疗法和并标靶药品的双标靶药物 纳入健保给肤当中 符合条件的晚期肝癌患者 一年可省下大约300万元的医疗费用 平均每年有2000多位患者受惠 而健保每年则是会增加5亿元支出 肝是沉默的器官 许多肝癌患者被诊断出来时已经是晚期 高价药费也成为沉重负担 不过现在有了一线曙光 健保署宣布符合条件的晚期肝癌患者 使用含atezolizumab成分的免疫检查典疫制剂 并用含bevacizumab成分的标靶药物 从8月1号起纳入健保给付 这也是健保首次将免疫疗法 合并标靶药品双标靶 纳入健保给付的范畴 有末端转移或者是有大血管的侵犯 或者是说已经经过这个 动脉导管的化学治疗无效 这样子的病人才能够来用这个免疫加标靶 这两款药品都药价不菲 第一款单瓶就要8万多元 至于第二款则是每瓶约8000多元 统计指出可让晚期肝癌患者 整体存活期增加5.8个月 每人每年省下近300万元的医疗费 出估每年大约有2000多位患者受贿 但健保会增加5亿元支出 检查点抑制剂就是借由去抑制 癌细胞的这些能力 来启动自己身体的一个免疫系统 标靶药物抑制血管医新生 来进入去抑制肿瘤的一个生长 那在选择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 也许就可以找到一个比较适合病人的 一个治疗方式 就盼益助新的健保资源 让许多肝癌患者重建希望 借陈林黄米上台北报道